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事很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聊一下室内装潢这件事 这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主题 很多人可能对室内装潢也有兴趣 就算你说我现在没有东西可以装潢 但没有关系 我听我总有一天 当我可以去装潢我的房子的时候 我就可以有一些比较对的知识 跟比较对的方向 而且像装潢 就像今天我们的题目新主张 一直都在变化 有更好的建材 更好的施工方式 今天找到的就是专家来跟大家聊聊天 在现场的呢 这是AKB 我们来讲到这个 等一下来讲他们的名字 我真的很有趣 我们先来介绍两位 第一位是第一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瑞昕 林董 欢迎林董 大家好 大家好 接下来呢 AKB室内装潢新主张品牌执行长王妃 欢迎王妃 大家好 好执行长 我刚刚有特别问大家 请问王妃这两个字是走跳江湖的艺名吗 不是 是本名 哇塞 你的爸爸妈妈真的非常的有远见 嗯 就是要你成为众人的王妃这样子 所以大家叫你都要叫王妃 非常尊称 我就说不用叫小姐 就直接王妃就可以了 我很有受益 因为她是王妃 所以很多人叫我王妃 好 那我们就来聊聊 其实刚刚在讲的就是真的 就是说 除了一个新家 新家的话 当然如果你是 你是这个预售屋买的 那你就是从头开始 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去打造 可是很多人其实换屋 换屋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不是这个新的 他可能要打掉原有的状况 或是他只是做一小部分的真理 这个时候感觉好像说 小部分应该没有影响很大 但其实真的是千一法而动全身 我们就来讲讲就是 为什么你们在这个业界 就是这么有名 然后你们在业界也有这么好的口碑 你们的产品跟目前现有市场的一些 一般的装潢选择 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好 我来 对您先讲王爷先讲王爷先讲 OK 各位现场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那有关于这个 室内装潢型主张 AKB 阿龙米卡到包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 卡到包 卡到包 我就说他们的那个名字很有趣 要让他们自己来介绍一下 我开玩笑 我说哎 人家叫我说阿龙米 我说卡到包 没有卡到包 卡到包就麻烦了 如果卡到包那就太麻烦了 所以是因为卡到包 那为什么叫做阿龙米卡到包 就是顾名思雄 今天忘了带一个小样品来 让他知道一下 就是一个铝合金维结构 用布来当面材 重点是就没有甲醛 没有蛀虫 也没有胶合里面的化学物质 就是一个无独的室内空间的一种 新的环保装修的概念 好 所以他可以做在哪些东西 OK 好 我们提到就是室内装潢 整体的解决方案 也就是说 从天花板到你隔间 甚至到你的衣柜衣橱 展示你的客厅的展示 陈列柜等等的总体装修 王菲他是一个设计总监 室内装修 我们两位都是室内设计系的 室内设计系的硕士毕业 就是研究非常多 有关于室内装潢 尤其现在全球在提倡ESG 无独能够循环再利用 也就是说刚刚那个我们主持人在讲的 即使你既有的室内装修 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门片换掉 门片换掉透气的门片以后呢 有什么样的好处 第一就是你的里面的皮衣皮件就不会发霉了 这个是有很多的业主反映给我们说 你家的门片怎么会有这样的功能 我们自己也觉得 你所以你现在知道说 原来这样的门片是有它的具体功能 那跟市场上有什么不一样 是完全颠覆既有室内装潢的一种新的概念 我本身是做国际市场 在2000年的时候就跟德国技术合作 我常年在欧洲 所以跟这个铝合金跟布的一个起源来自于德国 是由德国他们先利用铝合金的结构 国家上布置的材料来做展览会场活动的一种 那个安装然后装修 为什么因为全球在提倡就是环保 不要砍伐树木 不要开采大理石 保护我们大家唯一一个家就是地球 所以呢他们德国人还是工业非常的发达 他们率先用铝集型结构 然后用布来搭建整个展览会场 我们刚刚看到那张照片 那就是看起来像一个衣橱吗对不对 他就是用铝合金铝合金框体 然后你看到可以透视 里面那个就是一个透气布 所以当你里面的皮衣皮件衣物 会跟着室内的空调对流 自然而然你的衣柜里面 是会保持干燥的状态 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他在里面全部把它包起来 不是比较干不会 因为台湾是一个很潮湿的气候 那本身湿气会一直闷在里面 就会有发霉 你如果出国两个礼拜 忘了把你的门片打开 结果一回来 哇怎么里面打开 就是有那些美味的一种状况 所以这个是衣橱吗 传统我们用的橱柜 应该都是木 橱柜或是鞋柜 像鞋柜用这样也非常合适 因为我们的鞋子基本上都是 比较会有味道嘛 所以你必须去跟空气对流 它比较不会发霉 潮湿 这样这个 这种门片用在鞋柜 像有朋友就说 衣橱 衣橱我现在都没放门 但是这鞋柜就非常合适 这个是没放门的 这种是没放门的 这个所谓的开放式的衣帽间 那开放式衣帽间 目前非常昂贵的 从意大利进口那种 董事长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因为我们要先进个广告 等一下回来来讲一下这个 这个很流行 刚刚我讲了装潢这件事情 就是你如果都已经花了一笔钱 去换了一个房子 或是买了一个新家 那你真的就不要再 就是想说 我用一些比较便宜的材料等等的 因为很快的出现一些问题 你真的会觉得很伤心 因为就很烦 就阿杂啦 我就讲换新家是心情要好 不要住进去就很阿杂 那今天讲的就是 在装潢里面 我们会用到大量的 以目前来说的话 不管是门板门片 衣橱 橱柜 系统柜 你在从厨房到客厅到卧室 甚至到浴室 都可以 都可以使用这个 我们今天讲的室内装潢新主张的 这个叫做AKB Alumi 卡条布 这是一种非常新的结合铝 跟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布啊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讲 很多种布 其实只要是布纸材料 都可以做 基本上都可以做 但是有的布纸材料 它是比较软的 它会挺不起来 因为就像你刚刚讲 布它是会软软 所以我们会选择 不同的布纸材料 有的确实太软 是不能用的 对 所以这是很新的一种方式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呢 今天我们的两位来宾 是这个第一强股份有限公司的 林瑞欣董事长 还有AKB室内装潢新主张的 品牌执行长王菲 他们就提到 刚刚有讲到 第一个就是可能环保 环保的一个概念 第二个就是 其实会让以台湾 这种潮湿的天气来说 它可能真的在物品的保存上面 是更加方便的 刚刚我们看到第二张 你们秀出来的图 这张大家刚刚就在说 哇开放式的衣帽间 那我就说 那这个只有铝啊 没有看到它的布啊 结果没想到后面 我以为是背景的这个 我以为是背 我以为是里面的这个 很像大理石的这个 它其实就是布哦 对 布纸 那个是珍珠布哦 然后去印制你喜欢的 大理石的一个纹路 然后呢 它目前是有内打光 就是说它变成是一个大理石面 的面材 那如果你真的用真的大理石 真的是非常的昂贵 而且是开采大理石 破坏大自然 所以呢 我们也用这种 比较高科技的技术 单单印制这个大理石的 那个机器一台就一千多万 那本身布也是从法国进口的布 然后整体来讲 可以依照客制化 客制化你的空间 不管你大小什么不同的尺寸 都可以依照你的现场的尺寸来丈量 然后这个看起来比较像是店面耶 对不对 这是店面还是家里啊 它家里店面都可以用 对 但是我觉得在一些展示空间 这样做好像非常漂亮 如果是开店展店连锁店 往往通常我们展店都会用租的 那你租的整个装潢 今天假设你采取 不管是系统柜木工 整个装潢以后 因为你生意很好 想要扩大营业 哇对面那一间 坪数更大 你更喜欢 你要搬走 你用木工工程所装潢的 全部打掉变废弃物 还要花钱拿去丢 你今天用AKB 这个可以模组 木画热膏一样的概念 你可以把它全部装潢拆走 然后到新的 的位置重新组合再利用 可以这样可以重复再利用 这个就是他一个很 抢的无限的价值 所以这个店面空间的装修 其实很适合 非常适合 这我们有其他的照片吗 我们有没有其他照片 这个是 你就看这样的一个客厅 这是帮一个建设公司 搭建一个示范 墙面电视墙 你看电视可以在布的位置 直接穿透出来 然后一个小的一个茶几 然后到天花板有流性感 是一个海阔天空 其实它都是布 布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流性感 而且就像你的客厅 前面你要一个大的海洋 Ocean还是要有一个很辽阔 那个山景 那个山水化都可以 而且可以让你一年四季 更换不同的一种场景 让你居家的那一种生活会感到更有乐趣 这个是一个颠覆 既有室内装潢的一种新的概念 所以这个布它其实就是要搭配输出的技术嘛 对不对 但是有非常多的布 是不要输出的 可以找既有的像 麻布啊 窗帘布等等 你喜欢的 是一种触感 有时候很喜欢 我很喜欢摸那种很有触感毛的那种材料 都可以拿来当你的房间 你的居家 你的店面 来作为一个装饰 算是一种软装装饰的一种平面 所以这个算软装 比较算软装 可是如果你用在 轻装修 可是如果你用在家里面 假设是橱柜 像刚刚王菲讲的鞋柜啦 衣柜啦 衣柜啦 这个它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做 做实的 做实的装潢嘛 其实讲简单一点 你就把我们的骨料 想成是木座的骨料 木座的木料是不是一根一根 然后去做组合 那我们铝料就是 木座这个骨料 一根一根去做组合起来 那只是我们的组合方式 比较简单快速 然后我们的面材 布的面材 就是像他们的木板材的意思一样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概念 把我们想成是木工的那种概念 就基本上是可以了解的 不过很多人在家里面 可能用铝会比较少 对不对 在家里面使用会比较少 以前会比较少 但是好像一个环保概念 铝合金它是一个全球 产量第二大的金属 那它第一就不会像木条 木条的话 你没有做好处理 就会有蛀虫的问题 对对对对 然后你真的过充分的去把它 像这种甲板 都是胶盒里面有那些化学的 白胶啊 强力胶等等那种胶 这个就会有堵 室内空污的问题 对对对对 还有你用木工整个装修 像前阵子我们台北市 不是有两个油漆工吗 然后觉得就是晕倒在里面 是当天晚上他们家人 说奇怪怎么还没有下班 打电话赶快去追 才知道说躺在里面 因为它大量的那个油漆的 那些甲板等等 那我们一个家装潢起来以后 用木工定的很漂亮 然后就喷完漆 当我们搬进去的时候 都有一些味道 可能要一个月 那五行当中像温水煮青蛙 我们可能没有一次大量的吸入 那些有毒的物质 但是你每天每天 长年下来 对身体还是不佳的 还是不好 不过我刚刚这样看 我觉得 你们这样的一个材质 真的在店面展场 其实都可以给这些业主们 很大的帮助 对 像是那个展场 我们刚刚讲展场 还有一个叫做 大型的室外广告灯 这个也是 对 那还有代销中心 通常代销中心 一个建设公司 它建构的一个代销中心 可能花上六七千万 那当它可能三年了 结束了 clean了都卖完了 它全部把它拆掉 变成废弃物 那今天如果用AKB 這樣的系统 它可以把全部的装潢 全部拆走 到另外一个新的代销中心 全部全新组合再利用 过去我们看到像刚刚秀的这几张图 包括像很像灯箱的那种东西 或是像现在这个 天花板光摩 过去以前会是什么材质去处理它 在没有用 亚克力 亚克力 对 可是亚克力就没有办法做 而且亚克力的面积没有办法很大 而且比较重 然后比较有变形的疑虑 还有可能掉落的疑虑 因为我们的布最大 就是可以五米到五十米这么大 所以它的宽幅是蛮大的 一般亚克力顶多是到一米多 然后我们的是可以到五米这么长 对 那像这个专利 因为刚刚有看到你们有 一百多项专利 这个专利是专利在什么地方 好 因为布的话其实是都可以使用 对 其实我们的专利核心价值是在 铝合金结构里面的连接器 它可以变化阴角阳角 所以你看到我们所有的建筑办 我们目前的空间一定有内角 外角不同的一个角度 我的连接器是可以连接 去cover整个室内空间 比如说柱子是不是四面柱 它还可以四个外角整个包覆起来 好 目前室内装修最 你看我们连那个陶珠影园 目前台湾东台北市最贵的 酒楼它的装房里面 也是有我们的天花板光模 陶珠影园是不是只有那一户啊 对没有错 他只有那一户啊 本东只有那一户有人 就是他们 你说他里面的天花 天花板还有一些墙面 就是用也是设计师应用我们的系统 是应用在cover在他们里面的室内装修体 因为要有豪宅感吧 所以他就 基本上就像你现在看到了这个吧台 这是在我们的体验馆 我们的公司的一个行政楼 你看喔 他整个吧台到整个背板的展示层列 包含到那个吊灯 全部都是铝合金 面材都是布 那很多的布 不需要去印刷 本身拿来 你看那个柱子 币面天花板 吊灯 那些面材都是布 所以布的颜色 不是只有后面那一片吗 全部 那个柱子 有没有 那个凉 全部都是 就前面感觉一格一格的那些 那个是成板 展示层列板 对那你说哪边有 上面的灯 柱子 有没有还有很凉 蛤 都是 都是布 对 外面都是用布 cover起来的 通常 你把铝合金 包在里面 脚料 比如说你那个脚料的地方 那个是铝合金的四条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设计的核心 说美国有发明专利 所以你要拿到美国的发明专利 不是新型 新型就比较容易 所以要达到发明是他会去摄取整个全球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新的概念 他才给你发明专利 上面那个灯也是吗 对 也是 你看他灯 你看他会发光白色 变成一个正方体 长短大小 整个排列起来就有一个装置艺术 这也都是王菲他的设计创作 好 那你看他都是布 里面再加上LED灯 他可以打出来非常有那种气氛 而且可以把它做整个调光 对 但会让人就是讲到 想到说话 布他是软的材质 或是 就是能够做到像这样看起来是 是硬的 很平整 就是他的张力是非常非常 是很恰当的 而且在做后制 裁切他那些尺寸 我们都已经跟德国有 长年的一个合作跟经验 所以很多人去到我们的现场体验馆 一看 觉得好像就是全部都是木板材 一摸到柱子那些墙 他一吓一跳 诶 怎么会是布啊 大家都会大思议 因为从来没有过 有这样子的一个新的概念 所以我们才算是颠覆 既有市场 室内装潢的一种新的概念 他是很快速的 像这个也是吗 OK 这个是一个户外的大型广告 甚至像系统 像那个福斯集团里面的车 整个欧洲有两千多家的 汽车销售中心 包含我们全台湾 从南到北二十几家 都是用这个概念 这个升降系统里面是 应用你在户外 在高楼 比如最高到三十米 他可以不用支租人 也不用吊车 他就可以在平台上 从三十米高 把你要的广告物整个降下来 颱风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事前两个人 就可以降下来 颱风过后 就可以把它伸上去 这个只是一个户外大型广告 有人问到这个问题 这也是我刚刚想问的 就是布会不会有容易积灰 或是塵满 或是潮湿和变色的问题 好 这个好问题 很多人就像我们有装修在 那个淡水 那个渔轮码头那里 那个非常的潮湿 那我们装在那边也有几年 我们自己的测试 在浴室里边 甚至于整个 刚好井林的那个 那个淡水出海口 是不是非常 渔轮码头 然后那个又是盐水 我们装了几年的布 都不会有发霉的问题 第二点 就是说他 我们装在我们家里面的那些 透气布 从来不用去擦拭 我们不管是过年平常在擦拭 任何地板啊 桌子等等 都有一些粉尘 但是那个布就不沾 不沾物 他不沾物 原因是因为他们静电的问题 对 所以他并不需要 也可以用鸡毛毯子 稍微灰一灰 就好 好 相信大家这个一开始 第一次听到一定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没错 那就是不可思议 所以才可以拿这么多奖 这么多发明的专利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哪里 再看多一点 关于公司的介绍 跟产品的一些实力的照片 OK 你可以搜寻 AKB室内装修 在我们YouTube里面就有非常多的成功案例 阿鲁米卡到布 OK 然后或者AKB铁米卡到布 那卡道布 卡道布 不要打卡道布 不要讲卡到布 打不出来啊 我打不出来卡到布 卡到布 还是AKB室内装修也可以擦得到 室内装潢新主张也可以 对 对就是感觉上 他可以应用在非常多的地方 不管是 如果你是业主 或者是你是自己家里面 有一些小范围 想要做一些处理 其实好像都是可以来参考 那当然还是必须要能够 有 我们都想说要看一下实例 我们今天其实已经有看蛮多了 但是我相信在这个公司的网页上 会有更多 那还有包括装潢的等等 会有更多的这个案子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们现场也是欢迎大家过来 好 所以就可以去搜寻 AKB室内装潢新主张 或是这个卡道布 就可以看到 今天非常谢谢林瑞欣董事长 谢谢王菲执行长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大家 就爱点你UFO 看车 谢谢王菲执行长 谢谢王菲执行长